高雄柴山上面的軍事管制區 民眾誤闖失蹤的案件頻傳 在昨天傍晚又有一名女大神 因此走失了八個小時 出動霞區的警銷分隊 戶外探險協會人員是分批搜救 才終於找到這名女子 針對她擅闖軍事管制區的部分 相關單位也將調查究竊 準備 過去搜救 救難人員沿著木棧道一路攀爬 因為傳出一名二十一歲女大學生失蹤 各單位人員集結繽紛多路展開搜救 女大神誤闖軍事管制區 現在軍方已經介入了解 不排除開除罰單 事實上民眾誤闖柴山軍事管制區事件頻傳 上個月也有一名七十多歲老翁 同樣獨自一個人前往柴山探訪秘境 結果因為誤闖管制區迷路 繼續吹 繼續吹 我們離你很近了 暗夜裡救難人員跟著哨聲 從柴山關海岩往下切 結果在下方的軍事管制區找到了迷路 求援的張姓男子 還好你有帶哨子 我到手機 我有帶手機 以後手電筒沒有帶 我以為先找就會下站 柴山上知名的命境景點像是少女風九榕樹 因為臨近雷達戰 而柴山三角點則是臨近軍營都屬於軍事管制區 另外像是這次女大聲受困的熱門景點少南風 則是可以俯瞰左營軍港 更是屬於機密軍事管制區 民眾登山都得小心 由於登柴山迷途案件頻傳 消防單位也呼籲 未來安全起見 儘量在裝備充足情況下接班而行 也不要走自己不熟悉的路線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綜合報導